昔日香港标志生不奉事 成为最刺痛人心的缺别故事 珍宝海鲜坊上星期二启航离港 前往东南亚维修 但星期六洗经西沙群岛附近时 却经不起风浪 船身入水倾侧 继而沉没海底 从此撞身南海 一去不复返 有市民专程来到昔日救子 缅怀一番 我看过那一刻 第一个反应是是否真够这种感觉 先是厨房临了 接着又被人拖走 接着又沉了 整个一连串的事件 觉得有点不知怎样说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 沉了是否故意 可能那个公司不想维护 大海望望很难的 船舟舊的 有点浪已经不行了 船底已经船舟了 几十年的事 真不不不计 那时候的船舟很漂亮 那你们真是有很多回忆 有没有回忆没用 现在他不在 什么回忆没用 可惜也没用 现在都没了 又沉了 那些人可以拍照 留念一下 现在什么都没了 网上都牵起热论 不少网民提出质疑 沉了大海刚手正脚 维修保养费到限制 明知船身残疚都照拖出公海 直接送他一程 据悉船舟移离前零二样 组织了检查兼加上围板 不过亦有专家估计 约5000公吨的珍宝海鲜房 航行时有一定的风险存在 那一船是固定了在一个避风塘区里面 那个是淨水淨压 当时知名台北出来的数据 就大概是两二级风 风率也不是那么大 这段时间那个权利贵有风 或者其他不明的风速或者流水 对于拖寒的影响很大 因为珍宝海鲜坊是一艘没动力的船 如果只靠一艘拖轮拖它 有事故的时间 那个应变能力都会比较低 曾经在珍宝海鲜坊举行婚宴的雨桥 都只能透过婚照重温昔日的浪漫 首先那里要搭船去 很有仪式感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家族 很多人在那里摆婚宴 包括上一代 有些长老都在那里摆婚宴 有几代的结婚房在那里拍 就好像我在那里摆婚宴 都会想到日子孙子跟她说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但是现在没想过她的结局 就是整个沉在海底消失了 就好像连说她结了业 还是去了哪里都没有 她真的不见了 就像个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就像个优优独播剧场上